柏林姐姐,這張花貼,請我們倆姊妹,在中華民國二十五年3月13日星期五晚,死去大波丹庸巴葛華英戲院,看香港國防映畫起生命線。 衛林姐姐,這張花貼在中華民國二十四年4月開鏡,她是大導演關文青,四男員去歐美考察後,回到唐山開拍的第一出影畫戲,由俊仔五初凡, 和我們亦是老巨出身的後婆李以年淡精作主角,又請認同有劍聲泛來的廣府大喜花丹花, 影容作長戲中大喜天女山花,蟹星又蟹秋葉人虎,獸仔黃修年,和何大索。 又有些大老前廣人客串演出,故事講不錯飯飾演一頭小子工程師了石能。 好久熱心來研究如何擴展唐山的鐵路網絡,其間,由於世界經濟蕭條, 令失業無能夠凶,生活迫人,令要做孤雷,之後又參軍打蘿蔔頭。 最後,折忍躲到腳都逼狗了,令由後婆李以年飾演她女人, 是我兒子都沒有人來,這麼凶,死老母也無得去送殯。 不過,最後她都克服了重重困難, 將那條關乎唐山的國防和國際民生的鐵路起咎。 柏林家姐,這出生命線雖則是粵語片,不過首大合唱主題曲是用國語唱的。 年輕人不錯飯唱之粵曲不堪重搗舊精蒲。 後婆李以年用氣彭官話唱之而安眠。 蟹聲蟹秋葉人婦和壽仔黃修年就扮女人跳草裙舞, 唱一支草裙舞曲。 大喜染淡花影容是有藝會過場戲樹。 造大喜天女山花, 之曲開頭第一句歌詞就喘落白頭。 魔鬼狗前東北地。 惠琳妮妮妮那位姓馮那位姓馮那位姓盧江堂香港電檢主狗官, 就採之雞毛蕩令賤, 說這出生命線會破壞紅毛鬼和鑰白頭的友好關係, 這樣被拍下。 不過,大導演關文傑吾吞婦, 雙叔到底, 弄得由警務處處長鏗利, 說文靖母斯事美, 教育師社義, 實行三絲會審。 屌尼老母臭花系! 整套片都沒有說明 哪個混蛋國家入侵中國, 所以三刀紅毛鬼一枝通過可以上畫。 柏林家姐,這片開封,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, 在香港新世界戲院開拍攝時, 麥實聽萬人空巷,爭忍住買票入場。 連南天皇陳濟湯將軍都私人租了這齣戲, 在家機省城東山莫花村的家屬房。 看到她老母都說鄭豆,即刻叫副官王強, 力以一千五百個雙毫來打賞比亞關文青大導演。 為臨妹妹,二千五百個雙毫,即是乘五百個大陽格。 還有,廣州市電影戲劇歌曲審委會審查後, 認為這出生命線,有激發民族外國思想及提倡中國故有道德, 在省城金星戲院由全體委員會福審,發張獎狀來表揚。 一群大春代、陳公博、朱家驊、周老、吳在文都提字來賺。 粵語片來講,都算生命線是最八九七人幣。 粵語片來講,都算生命線是最八九七人幣。 靜語片來講。 改道指定者。 務務協力了千五百座耀旁。 地ön子agan沿 circle。